蔡碧如跟陳志翰這個黨內的兩股勢力 薪酬救生蔡碧如想要幹嘛 他一心愛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柯文哲 但是有另外一股人 他不一定愛柯文哲 但他跟柯文哲一起幹壞事 雨萱你剛剛講的一個進句就是 柯文哲他們是千里為官 只會財大錢小錢都要騙 可是現在看到柯美蘭是 你連你爸爸的生病都可以拿來利用 當然啦你想要騙錢 總要有一些手梗 有些口號有些東西可以賣吧 所以現在柯美蘭把誰賣了你知道嗎 他自己把他爸爸賣掉了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大家其實都不知道說 到底柯爸爸目前的身體狀況是怎樣 結果柯美蘭自己跑到台上說 哎呦我只能自獨自面對我爸爸 我爸爸那個生命 我爸爸那個狀況 然後講的哇這個聲淚俱下的 結果他把自己爸爸 拋到台前說我哥哥都沒辦法陪他 演得這一齣戲 我看到我都快山藍落淚了就不知道這個 演得成這樣子是很好啦 小草也要快哭了啦 結果你知道當這個眼淚一公升的眼淚 已經在演講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嗎 有人來辣狗 誰來辣狗 蔡壁如跳出來了 蔡壁如說 不是啊沒有啊 可是柯文哲主席有去 見過了 看過他爸爸了 那我戲不白眼了 那我戲不白眼了 眼淚都白哭了吧 所以當然柯美蘭當然很生氣啊 因為蔡壁如還不是講 還講得很詳細喔 說有啊 好像就有一天喔 半夜的時候跑去看他爸爸 而且呢 還有人拿著他爸爸的病歷眼 給柯文哲看過 所以代表柯文哲不只是看過他爸爸 連他爸爸的病情 連他身體狀況 全部一清二楚嘛 那你這一部戲不是白搭了嗎 戲台都搭好了 結果蔡壁如開台 怪手卡車 直接把這個戲台給你點過去了 所以你知道 柯美蘭怎麼樣嗎 生氣了 有雷公風頂 有雷風頂 氣炸了 為什麼 他就直接說 欸 拜託一下好不好 跟蔡壁如講好不好 叫他閉嘴 欸他講話很重喔 不要討論我的家人 請蔡壁如 你沒資格洩漏我父親的病情 不要做一個令我厭惡的人 直接就這樣破口大罵 在你家的病情誰洩漏的啊 他自己洩漏的嘛 我跟你講蔡壁如講的根本不是重點 是那個 他只是剛好媒體站在那邊 因為蔡壁如是這樣 有人賭他就說 喔喔喔 好有人賭我就講啊 喔沒有啊 柯主席對啊 他確實是已經去看過了 而且看過之後呢 他好像那個心臟 做什麼支架什麼的 而且他又有看他的病歷 所以沒問題啊 但你知道 真正立柯美蘭 最生氣的是什麼嗎 蔡壁如不只一次拆他台 重點不是在於什麼傍晚 在於晚上 重點在於說 你連柯文哲去看 然後連他的狀況 連那個病歷 原本民眾黨怎麼講這個病歷的 說沒有 你不要亂講 柯文哲都不知道 怎麼會給柯文哲 被壓在裡面 什麼都不知道 連他爸爸住在傢伙病房 都不知道 對啊 他就不清楚啊 柯文哲不明白啊 所以你知道嗎 就這時候蔡壁如 他才會再吐一句說 沒有啊 他就是綠絲綠劍的時候 欸 講的白紙黑字 翔翔細細 但你這樣柯美蘭 臉色掛哪裡去啊 他整個給你洗臉 洗到這樣 而且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講這一句話 的確 他有憤怒的理由 的確 他有金光檔 行騙到一半 被人拆穿的憤怒 但寶傑哥 他有個理文本 什麼叫做沒資格 什麼叫做有資格 什麼樣的人有資格討論柯爸爸病 你用的是沒資格 三個字 你沒資格嘛 因為代表 第一個 我柯美蘭是誰 欸拜託 你柯美蘭也沒選上什麼立委 也沒選上什麼官職 講白了 你就是一個醫生 說穿了 從頭到尾 你最重要是什麼 你是柯文哲的妹妹嘛 誰有資格聊這件事情 啊 我綠東卡 何瑞英有資格聊嘛 柯媽媽有資格聊嘛 柯文哲有資格聊嘛 柯美蘭也沒資格聊 那為什麼蔡壁如有沒有資格聊 因為他不信柯啊 蔡壁如從頭到尾就不信柯 你充其量 只是在柯文哲心目中 你要想想看 柯文哲說 問你姐 我是業用陣啦 這家的狗誰先回去啦 他把底下的人都當作 當成狗 鷹犬 為己所用的鷹犬 充其量蔡壁如 只是最大的那一隻 頂多稱得上你叫做家奴 你根本就稱不上我們柯家的人 你有什麼資格來聊我們這些話題 所以你看 陳志涵講這個話 這是什麼 用狗咬狗 這是他們的邏輯嘛 柯文哲是不是講過這句話 我跟你講 我就是想要咬幾隻瘋狗 讓牠去咬人 為什麼會這樣 你看馬上叫陳志涵 你去跟牠對打啦 所以說你蔡壁如的問題 我叫陳志涵來處理啊 所以你看 柯文哲根本不可能通信啊 不可能看到柯爸的病例 蔡壁如說法許多錯誤 不是事實啊 結果被打臉 啪啪 因為為什麼 律見又講白 病例又跟案情無關 為什麼我不能給你看病例 我在跟你律見的時候 蔡壁如說 這個病例就是在律見的時候 拿給柯文哲的 對啊 所以律見的時候 因為你只要不要洩漏相關的 或者是串供 或跟案情有關 你要講今天天氣如何 知道颱風來了沒 那個絕對大丈夫沒問題 是喔 對啊 所以你看現在 所以收押禁見 不是說什麼都不能講 它是禁止通訊嘛 就是你不能有串供 洩漏案情的問題嘛 但是你會講 你在整個中文講的 律見的時候 其實連檢方都不能偷聽喔 他只能聞色望 就是說看看 你有沒有偷塞東西給他 你有沒有幹嘛 基本上其實你們要聊什麼 我們講檢調也不能 不能去介入嘛 因為他也有可能 我們講被告 有所謂被告的什麼 抗告權啊 我有我所謂的律師權啊 所以你不能來滲透 來去了解到 我想要怎麼進行 什麼樣的策略啊 所以你看這個情侶空中下 現在演變成的局面 從一路柯美蘭 變成是誰 現在是蔡壁如跟陳志漢 這個黨內的兩股勢力 兩股勢力 當然兩股勢力啊 蔡壁如想要幹嘛 他一心文獎就愛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柯文哲 所以他絕對是真心為了柯文哲 我相信 但是有另外一股人 是什麼 他不一定愛柯文哲 但他跟柯文哲一起幹壞事 一起做壞事 所以這群人就叫做陳志漢 就叫做黃珊珊 另外一個叫做柯家人 也就是柯文哲家天下裡面的柯美蘭 其實在討論柯文哲安的時候 我只想討論柯文哲 他們家其實我不想爛殺吾 可是昨天我看到柯美蘭來的時候 我眼睛一亮 因為他媽媽幫我講 不要什麼人來講話 雷公卡了 我在想 難道第一個被雷公打到的 是他嗎 而且按照吳東也講 他當眼科醫生的時候 醫術 醫德 醫技 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 怎麼一從這裡以後 捲了這個捲法了以後 整個人都變了 怎麼變了咧 居然發狠 發狠說 轉告蔡秘儒 你沒有資格洩漏我復興的病情 請不要做一個令我煙霧的人 你爸爸的病情不是你洩漏的嗎 不是你拿你爸爸做政治操作嗎 難怪 你的頭髮Q毛了 把他跟我們天上聖母 我們的柯媽媽何瑞穎講過什麼話 他說 你如果黑白講話給雷公卡 我現在相信了 看媽媽是對的 因為真的 我跟柯美蘭 他的髮型黑白講話 Q毛了 就像是讓雷公卡到嗎 那為什麼他黑白講話 我要說個分明 第一個 拜託一下 現在如果說把這個爸爸的病情 拿來消費 拿來我們講的 給社會大眾攤在陽光底下 是誰幹的好事情 就你幹的啊 柯美蘭跟李國章說什麼 哎呦 哭肉分離 就你們兩個聯手 把這件事情都出來 因為蔡壁如破了你的局嘛 你要把你們家做得很悲情嘛 我爸爸已經在家護病房了 我哥哥都不知道 搞得我們家骨肉分離 但是我們家絕對不會退讓 你拿你爸爸的狀況來 跟這個社會來對抗 你拿打他來給苦情牌 結果 譬如說沒有啊 你已經去看過了 破功 破功之後 他就減小燈收起 把那個再分兩個層次 第一個 他們也要養養是什麼 就是柯文哲見不到爸爸 骨肉分離很可憐 在牢裡面的苦墩大牢 然後呢 明明爸爸身體不舒服 很想去探望卻不能探望 再第二個 他也沒有提到柯文哲的兒子 明明是海外的吃香喝辣 還跟你講說我吃賣魚飯 但這件事情他們不提 但不管這個局用出來是要幹嘛 給小草覺得熱淚 因為銀框覺得柯文哲受我虛承 柯家人受打壓嘛 但是偏偏這時候有一個 我們講的不長眼 是誰 蔡壁如 你問我我就講實話 有啊 柯文哲時報 我去看過了啊 晚上去看的啊 而且人家還拿病歷書 給柯文哲看過的 所以柯文哲生不生氣 當然生氣嘛 而且蔡壁如現在特別強調 柯文哲在裡面 的確已經看到了病歷 他是透過濾劍的方式 所以你不要再告訴我 柯文哲連爸爸住加護病房都不知道 這個中間還有一個過程 是先講說有病歷 然後民眾黨氣噗噗說什麼 怎麼可能病歷 蔡壁如說有啊 律師有拿給他看啊 所以他是連續兩次 都把人家寫好好的調 可是陳志還不是講 蔡壁如講的都是錯的嗎 你知道蔡壁如做的行為是像什麼嗎 對於我們講柯美來講 我在打麻將 結果你跑過來說 欸 你那個二條 怎麼不趕快把他打出去 害我原本可以胡牌 可以停牌的 都被你搞一個喇嚇了 但各位你不要誤會 還有第二個層次問題 為什麼 因為蔡壁如不管再怎麼跟柯文哲親近 我請問一下蔡壁如姓什麼 姓 蔡 他姓蔡嗎 不姓柯 柯文哲的家族 你從橘子的脈絡 從何睿英的脈絡 從柯美蘭的脈絡 到柯文哲的脈絡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家天下 是他們貫穿整個民眾黨 最重要的一個GNA嘛 對於柯文哲而已 現在是能夠利用的就利用 能夠打飛行牌就打飛行牌 而且只有誰可以 只有姓柯的而已 我們這家人有資格消費 我們這家人 而你蔡壁如你只是個家成 我們剛剛談就是這個禮拜 北檢面臨一個抉擇 你到底要嚴押 還是要起訴 因為你現在兩個月時間到了 你總要給大家一個交代 跟你說 現在北檢起訴的機率 非常的高 雖然柯文哲現在要政治解決 甚至他在去看他復興的時候 還傳出來說 他跟民進黨有不共戴天之首 跟你說潮水總會退去了 潮水退去之後 柯文哲有沒有穿褲子 就非常明顯 因為現在我不是只有 把你政治現金開 我把你所有的錢 全部利益漏漏看了以後 對 最簡單的是 柯文哲現在有兩億多的錢 你講不清楚 我光是把這兩億多的錢 怎麼進來跑不出去 不見了 你柯文哲就吃不完兜著走了 寶傑這個禮拜來說的話 是北檢的 要不要起訴柯文哲 或是嫌愛柯文哲 非常關鍵的一週 可是就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寶傑你知道 民眾黨在做什麼事 他在做政治的對抗 反正事實不重要 我要做政治的對抗 做政治對決 怎麼對決 保證 民眾黨的黨主席柯文哲 他週末的時候去看他爸爸 他爸爸不是已經病危了嗎 然後去加護病房裡面 現在傳出來什麼 傳出來他喪靠 然後聽了父親的整段報告之後 流淚 然後流淚之後 抱怨什麼 抱怨說他現在被羈押的處境 還有對民眾黨民進黨的不滿 認為自己遭到綠營的陷害 現在有了不共戴天之仇 跟綠營不共戴天 甚至他最後還放棄了這個 簽了作為放棄急救的同意書 哇看起來整個家破人亡的感覺 然後我跟綠營有不共戴天之仇 然後另外一方面來說 這是一個政治對決 然後這個所謂 這個黃國昌在外面說什麼 他說我們對挺柯文哲 一步都不讓 然後柯文哲個人的清白 是台灣人民的未來 哇 講的就是哇 我要跟你對決 柯文哲個人清白 是台灣人民的未來 對好講的非常強對不對 可是寶姐事實是這樣嗎 不是嗎 當然不是這樣 你看他們造勢的場合 人都稀稀落落嗎 不是你講的那麼強硬 哇我這個 這個個人清白是台灣人的未來 顯然去認同你是台灣人的未來 並不多啊 你說門前冷落車馬騎 網路上看的人也不多啊 為什麼 因為寶姐 今天又爆出一個最新的嘛 他們連這個員工的薪水 都可以假報嘛 都灌水 灌水嘛 那你還有什麼資格說 你跟民進黨有什麼 不公代電之仇呢 而且現在大家擔心說 你這個禮拜你不管是要延壓 這個禮拜你不管是要起訴 對 那你起訴的東西到底夠不夠 你如果要起訴的話 那個USB不是講說 那個USB的金鑰匙 或者是那個提示詞 柯文哲完全不招供嗎 如果你今天不能把那個金鑰匙 不能把那個加密貨幣 給解開的話 那你有足夠的資料 來起訴柯文哲嗎 但是你說不用擔心 因為目前的資料 柯文哲居然已經有兩億的錢 你根本就來路不明 而且兩億還是我們最簡單算的 如果你現在看到一個新的資料 柯文哲居然有很多的建商 在藍白河的時候就要給柯文哲錢 那再加一億多 柯文哲現在身上的錢至少有三億 有三億交代不清楚 我覺得因為檢調不能透露太多的訊息 所以我們在外面看的時候 難免會覺得 怎麼好像辦不下去啊 這個的確我們現在講他那麼多的問題 好像沒有一個直接證據 但是寶傑 我們就我們目前為止看到的數據來說 柯文哲我只能夠用四個字來說 他的罪行是慶祝難輸 慶祝難輸 為什麼這樣說 你說現在已經夠了 夠了 為什麼這樣講 你看光是木渴 他們就洗了四千萬 然後木渴呢 現在到停業了沒有 大家知道 大家完全不知道 今天還有 還有嘛 木渴這件事情就是一筆爛帳 再來呢 你要食樂求真這麼多報假帳 這麼多報假帳 這些都還沒有給你追究 另外什麼 那就兩千七百萬了 你的基金會 然後你的新台灣智庫 也是在裡面報假帳 光重量就兩千萬了 那你根本沒有講 今天的這個黨工黨人頭 福報心智這些問題 光是這些金額 你的這個政治現金裡面 就是一筆爛帳 這麼多的爛帳 然後你從四月到目前為止 都做不清楚 現在裡面問題這麼多 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這個檢調都還沒有跟你算 那你根本不用講 金華城的210萬 這是確定板上釘釘 已經有的嘛 那其他還有什麼 冷錢包沒有問題 你只要已經確定 裡面是冷錢包 假設這個審計金願意講話 那完全就突破 所以目前為止的證據 其實是足夠的 那你根本不用講 還有其他可能 所以你的意思說 雖然現在很多人 把目光放在冷錢包 好像如果這個冷錢包 不能解開的話 這個事情就不能賓購 這個不能賓購的話 柯文哲就可以逍遙法外 跟你說冷錢包 不過是中間其中的一個金流 你如果說 先把冷錢包來講 你的目渴的4000萬 你的中王基金貴的2000萬 跟你要食樂求生 這些灌水的2700萬 再加上 你整個競選經費裡面 那些不當的支出 你說好不當的加起來 你現在算就已經有2億 2億之後 現在又傳出來消息說 原來在台灣有很多的建商 希望藍白河就在那個時間裡面 光是給柯文哲的 就1億多了 事實上還有USB USB裡面不是在約談的林志朗 約談的林命群 陳英柱等等 這些錢都沒有算在這裡面 這裡面也是 另外還有什麼 最近這個報導是什麼 在當初要選舉的時候 有藍白河 挺藍白河的這個北部建商 很多人急之 急之聽說有快要1億 然後請柯文哲來吃飯 然後準備要把這錢捐給他 可是保證你知道 柯文哲他說 一到現場就猛吃 然後也不跟柯文 支持者聊天交際 姿態很高 吃完就走 領完錢就走了 所以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簡單來說 因為金額高達上益 表示柯文哲自從拖 非常多嘛 所以你的意思說 我們看到這個新聞 覺得柯文哲很高傲 柯文哲不屑跟這些建商的來往 所以你要搞個飯局我就來了 來了以後我就吃飯 吃完飯我就走了 我不跟你們打交道 代表我非常乾淨 你說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你說這個的重點在於 這個上益的資金 看不在他的眼裡邊 如果你真的那麼清白 你真的那麼乾淨 你真的不喜歡跟柯文哲來往的話 那你為什麼跟沈慶晶 你為什麼跟星光如焦四驚 對啊 跟沈慶晶去招待所那麼多次 那你意思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這些錢 我看不在 上益不在眼裡 拜託你好不好 我這個金華城這個案子 至少有好幾億以上嘛 一定更多嘛 所以我才跟你講 你這麼多人這麼一億 我一個人就幾十億了 沈慶晶你看 我幫他搞那個好幾百億了 他又要給我多少錢 雖然也講 事實上我們沒有錯 我們目前為止 沒辦法看到金流真正 一刀斃命讓柯文哲能夠 完全就是死路一條的 但問題是從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所有人 這個事情的這個真相 是非常清楚的 他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罪證 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我們再給檢調一點時間 我相信是一定辦得出來了 好 宇鵬剛剛講的這個禮拜 檢調也就在今天北檢 以及民眾黨就有一場生死對決 這個禮拜剛剛講 你要不要叫要延壓 你要不要叫要起訴 不然的話 你總是要把省經濟放出來啊 不然的話那個什麼的 麗小威你不能再壓下去啊 所以你說 現在氛圍不對了 因爲什麼 你說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變化是 過去廉政組只負責金華城 對 過去北極組負責這限制限界案 現在已經打散了 如果這個消息出來代表 有新的進展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時間一點一滴啊 已經沒有太多時間 可以讓檢調浪費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來羈押的話 你就是兩個月加兩個月 你要嘛就是在兩個月之內 砰 最漂亮的事情 起訴 起訴 而且你要起訴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你東西要丟出來之後呢 讓大家 丟嘴 丟嘴 對 馬上 所以你一定要想辦法 在這時候起訴 要不然的話 你就要申請延壓 延壓的話 你要想想看哦 你就把球丟給了北院哦 你丟給北院之後呢 你延壓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有部分 你不能夠像之前的一樣 你一定要限月 你一定要有部分 你沒辦法完全拿出來 為什麼 因為表示你案子還在辦啊 如果你在你的延壓庭 你把東西全部丟出來的話 他的律師看到了 柯文哲律師看到 會不會跟柯文哲講 一定會啊 因為這個延壓庭 大家直接越來越都清清楚楚了 如果現在我要延壓 等於是我把球丟給了北院 北院不是說 可以完全聽明白是 對 如果他沒有配合我 如果今天北院 沒有激壓 高 重金交保 那都很可怕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把這個延壓庭的時候 把柯文哲主席接出來 然後最後北院認為可以用聚寶代替激壓 激壓是對人生 對人權來講最大的一個情罕 你把人關在那裡面 然後他再從北院走出來 就像當時 那時候北檢第一次要壓他沒有壓成的時候 那時候現場會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肯定是天崩利裂 對北檢來講也是天崩地裂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不管是延壓 不管是起訴 你一定要想盡辦法 把他案子辦得漂漂亮亮的 但是現在來說的話 第一個 廉政署跟調查局 你們兩個還有沒有心結 這篇新聞出來是告訴大家什麼事情 就說你們不能再有心結了 一切以大局為重 其實這個畫面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當天的時候很多人在看的是什麼 看的是廉政署 噴噴噴噴 哇好像很漂亮一樣 然後調查局就默默的鼻子摸著 然後去報了六箱 六箱 可是你知道嗎 這六箱裡面才是大祕寶 裡面很多的東西 六箱才是關鍵 對這六箱裡面很多東西 你不用再去 找其他的一個附件來對比 他們不知道在想什麼 他們裡面竟然就有一些對比的資料 而且這些對比的資料是把它放在 同一個箱子裡面 所以呢現在來講的話 所有的金流所有重要的東西 都在調查局那裡 所以調查局現在要不要把東西交出來 要不要把東西來補強廉政署 其實這個至關重大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新聞呢 新聞就是陳鋒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都會論功行賞 趕快把東西交出來 然後需要一個漂亮的勝利 因為你現在要起訴的話 柯文哲主席現在已經把這個調性拉到最高了 你一定要起訴的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你說現在其實東西都有 現在這個帳策就在調查局的手上 就算這個USB 但是不就算USB不查獲 我中間已經有數億的金流 因為裡面的金額 包括你的這個所謂的政治獻金 已經有數億元 柯文哲交代不清楚 對現在來講的話 為什麼要把廉政署的東西跟調查局的東西 竟然湊在一起呢 因為現在來說的話 這些消失的錢 太多太多太離奇了 消失多 這些錢的話已經接近兩億 那接近兩億的這些錢 一定會有一個去處 那這個去處到底是不是用大選 一筆一筆捐滴入海 把他弄進來之後 那你就要把他弄清楚 那如果就算只有一筆被找到的話 其實你說要把他絆倒他 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啊 加上之前的豬牙虎那些人 其實金額都說都夠 但是現在檢掉要的就是一刀斃命 而且要絆得漂亮 不是 這禮拜剛剛講的 就面對一個抉擇 你要延壓 還是要起訴 你說不管延壓或起訴 這個禮拜 就是北檢 以及民眾黨的生死對決了 我的好朋友吳宗憲立法委員 他曾經當過檢察官 他私下跟我聊過 他說 如果柯文哲如果延壓沒有通過的話 對 那檢察官或是施肥檢 就非常難看了 這巧了 巧了 這個事情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事情 換言之講 延壓是勢在必行 對 不只是延壓 我個人從政治上來看的話 賴賞絕對讓他關到 關到執行為止 什麼叫關到執行 就是 羈押是為了偵查 對 然後後面的羈押 是為了判決 所以他會一直被到了判決的揭押 你這樣會認為說你就是政治判決 你這樣就沒有辦法服眾 那是 那個是你在講的 檢察官從來不管這種東西 那個 法官也不管 我有個好朋友 曾經很有名的蔡豪 他為了打官司跑去到法院 他打完官司就跟我過來公開 他跟法官講了三個小時話 我說怎麼樣 他說哎呀我講了三個小時 法官一直很耐心的聽 聽了好的不得了 講給我聽 我說哎呀我恭喜恭喜 過了兩個禮拜判決書下來了三年六個月 三年六個月 法官說不管你 你說你的我嚇我的 你講你的 少在那邊垂巴丘啦 今天台灣最大一個垂丘什麼樣 柯文哲 柯文哲嘛 我遭到綠營陷害現在有的不共在天之仇 我現在告訴柯文哲 不是綠營陷害你 是吳子佳陷害你 你跟我不共在天之仇試試看 你們這種貪污犯 我當然跟你不共在天之仇嘛 你有個屁用 第一個我想很簡單 他們都把政治解決了 都說整個民眾黨挺柯 一步不讓 阿伯的清白就是台灣的未來了 所以我講給你聽 他高估了民眾黨的政治人力嘛 對不對 他巴西立委根本上在立法院內 都是一群無用之輩嘛 唯一的一個舉叫 講話大聲就是黃國昌嘛 我講黃國昌真的一步不讓的話 他就到柯文哲的 這個台北看守門口自 絕食 絕食就好啦 我要跟你拔西東 我就拔西了 就跟你拚嘛對不對 他敢嘛 你說這才是生死相活 所以胡說八道 然後嘴巴最壞的 嘴巴最丘的 一天到晚罵人 只會貪污人是誰 柯文哲 就是柯文哲嘛 這種人怕什麼 有本事來找我吳子佳 我告訴你 我從來不跟你嘴秋 攝影師我們都被他嚇到了 對 所以說很簡單嘛 要去查核一下他的過去嘛 一個台大醫生 你有什麼報酬能力嘛 不共在天又怎樣呢 我最火彈是什麼 因為他騙我嘛 你騙你 他當然是他辜負 他不是在騙你 他栽贓你 他辜負了台灣多少人 他到處栽贓 所以只有嘴巴丘嘛 你居然在利用 你去看你父親的病的時候 他要幹什麼 他就希望把民眾黨推上火線 鞏固他的力量 希望能夠靠民眾黨的巴西立委 脫身而出嘛 這個希望早就破滅 沒了嗎 一點機會都沒有 我告訴你 賴手把你關到八十歲 一點機會都沒有 他不是講嗎 現在藍白河比綠海大了 藍白河比綠海大 藍白河有用嗎 沒有嗎 有在哪 什麼時候發生過作用 哪一個人是咖 黨再比比看 對 沒有一個是咖嘛 對不對 他唯一的裡面有意義的 是一件什麼事 就國台辦挺他 我看到了嘛 對不對 這種人能夠在台灣混嗎 這種黨在台灣來混嗎 被國台辦支持的政黨 在台灣有前途嗎 你講給我聽 好 瑞德 大家就非常好奇 這個禮拜剛剛講的 要生死相伯了 到底要延壓 還是會起訴 檢察官手上到底有證據嗎 那麼因為呢 包括審刑金印小偉 吳順明他們比較早 然後柯文哲跟彭正山 他們比較晚 但是只差一個禮拜 所以要延壓的話呢 那麼應該會同時進行 同步的這個延壓作業 那麼這個禮拜四呢 因為根據法律的規定 你在這個延壓日期到前五天 必須提出這個所謂的延壓申請 所以這個禮拜四如果沒有提出延壓申請 就表示一定會在 那麼印小偉跟審刑金他們 積壓兩個月期滿前一定要起訴 就放了 對 一定起訴 所以禮拜四以前一定會決定要延壓或是起訴 最晚下個禮拜這個會起訴 那如果有延壓申請 禮拜四就會提出申請了 我個人比較認為 柯文哲被延壓的機率非常的大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很簡單 因為柯文哲跟這個李文中 他們被這個收押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因為他們的共犯再逃 而且亡命海外 其實講白了就橘子嘛 請問橘子回來了沒有 請問橘子相關的證據拿到了沒有 都沒有嘛 所以他的被收押的相關的要件 並沒有這個因為這樣而解除嘛 所以呢 那麼柯文哲還有他代查 還有他們兩個 是非常非常不配合 這個偵訊整個作業的嘛 我不知道 我沒有 然後呢 所有的一切推了一綱二進 甚至還有拒絕 那麼檢察官的提訊作業等等啊 所以他們兩個最不配合 然後現在呢 如果時間到的話呢 我把他們延壓的可能性最高 那你至於說 有關於這個 其實啊 包括這個等於說 殷小偉在內呢 殷小偉他們反而在這個 相關的偵辦的五大弊案裡面 他們是屬於比較吃藥的 把他就算不延壓 然後呢殷小偉把他起訴 這也不是不可能啦 但是呢 事實上呢 如果站在整個大戰略來講 你要辦這五大案的話呢 最好一次就把柯文哲一槍斃命 除非你做到這樣子嘛 對 所以如果你這個起訴一點點 那個起訴一點點等等 現在你要知道哦 民眾黨是睜大眼睛在等著看你的起訴書哦 每一個字 政治迫害 對 因為民眾黨啊 他跟柯文哲啊 都一樣 他不會跟你講這個整個案情 他們從頭到尾 這兩個月以來 八個禮拜以來 都沒有人在談案情嘛 政治破壞 然後賴切德 然後都在搞這些東西嘛 在搞司法的這個操作嘛 剛剛這個董事長在講 罵那個黃國昌嘛 我告訴你 台灣民眾黨是值得信任的政黨嗎 台灣民眾黨為什麼這樣講 你知道擺在眼前最近的一件事情就好了 黃國昌就是一個騙人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嘛 說謊者 我跟人講 跟大家講個最近的案例就好了 什麼案例 前幾天不是 那麼台灣民眾黨發生了一件事情 不可思議 他們裡面有內賊 把一個相機跟五顆鏡頭 偷出來價值25萬 找了三家的什麼什麼相機店 去把它建價販售嘛 對不對 這是在10月11號 發現以後跟警方報案 10月16號破案 10月17號的晚上6點的時候呢 那麼有媒體率先步入出來 哇 不得了啦 包括黃國昌他們就講了 這個台北市的警察局對不對 向特定媒體爆料 告訴各位 如果按照他們的標準 特定媒體叫鏡週刊對不對 不是鏡週刊爆料的嘛 不是 因為我第一時間 馬上把全國所有的媒體 報這個相關新聞的時間 全部截圖 不是鏡週刊爆料的 什麼叫特定媒體 只要報道你們民眾黨的事情 都叫特定媒體啊 好 那黃國昌他們非常的生氣啊 包括許虎 晚上發文啊 說我們是被害人 民眾黨都沒有接到通知 民眾黨都不知道 爆料給特定的媒體 然後呢 政塔大公開 在噴嚇哩啪啦的罵一段 甚至於在外面進行這個 等於說宣講活動的時候 在聲援柯文哲的時候 還把這件事情在台上再罵一遍 不是這樣嗎 後來發現 你胡說八道吧 不是嘛 你造假你胡說八道吧 今天在台北市議會 議員直接 那麼質詢台北市警察局長李希和 針對這個案子到底怎麼回事 李希和把所有的案情 講得非常清楚 10月11號 接受報案以後 因為事關重大 又在那麼敏感的情況下 所以下令全部給我保密 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破案之前沒有人知道這個事嘛 然後破案了以後你知道嗎 李希和今天斬釘截鐵的講 1月16號破案抓到人 1月17號的晚上 不是傍晚晚上的時候 才有媒體報嗎 但是你們不知道的是 1月17號媒體報的那天的 這個一大早 他們就打電話給民眾黨了 所以民眾黨知道了 民眾黨的發言人接了電話 現在就看你民眾黨 那發言人是誰 我不知道發言人是誰啊 那麼李希和 警台北市警察局長 他不需要說謊 他不會說謊 他幹嘛說謊 你說民眾黨連這個都騙 台北市警方直接打電話給民眾黨 然後民眾黨已經知道這個事情了 然後呢 後來是因為有媒體在問 有媒體 我請問你媒體在問 到底是從哪裡洩漏的嘛 然後媒體在問了以後 那麼 台北市警方才請示檢察官 在不影響偵查 不公開的情況之下呢 適度的套路某些相關的案情嘛 連這件事情都已經事先告訴你報案的民眾黨了 早上告訴你了 你下午的這個等於說6點以後才媒體開始報 你們竟然可以這樣子含雪噴人 說台北市警方為什麼這樣做 偵查大公開沒有告訴我們民眾黨 奇怪咧 你們在此之前 像這樣的案例告訴各位啊 你們單單一筆 我請問一下 兩個月以前 台灣民眾黨是怎麼拼 整個事情怎麼拼 不是為了一筆爛賬 為了一筆政治先進報監財運被人家發現 有三筆九百多萬的那個 根本就沒有這個錢嘛 你做假賬做壞賬 結果到現在你竟然還做了幾十位的黨工 1月26號的薪水 根本就沒有支付給這些黨工 那我請問大家 現在算出來至少340萬嘛 陳志涵正能小姐姐承認啊 那我問大家 你在作賬 你們在內部作賬的時候 既然有340萬沒有領到 請問這340萬進了誰的口袋 你們是不是內部作賬 你們還跟調查局的AB檔案一樣 各位 你們台灣民眾黨也在做AB檔案嗎 你們在做什麼賬 所以你們是一筆爛賬 台灣民眾黨講的話可以相信嗎 是不是 以前他們講說你一本正經講幹話 我覺得也很誇張的 他們是議政延遲說謊話 那天你恍惚傷多兇啊 直接指責說你們沒有告訴當事人 居然告訴媒體 那那徐富翁晚上馬上加碼 就搞了半天 真的早就已經跟民眾黨講過了 要不然就你知道民眾黨自己怎麼聯繫的 還有你們已經說謊說到完全沒有任何的改革了嗎 所以非常的誇張嘛 就是民眾黨這一件事情其實就是內責偷了東西 然後你們去報案 然後警方配合報案處理之後幫你們偵辦了 辦完之後還告訴了你民眾黨 結果你民眾黨居然媒體曝光之後 馬上罵警局 說你們為什麼查這個東西 查一查之後居然就把我媒體公開還做公稿 結果事實上是什麼 當媒體要查完之後破案的當下 就馬上跟民眾黨的發言人來聯絡 已經有聯絡 是 而且民眾黨也知道 那為什麼民眾黨的立委居然說他不知道 在裝什麼傻 在演什麼受害人 在演什麼政治受虐兒 你怎麼不常念那個表情多兇啊 是 而且重點是民眾黨的副秘書長 屈福懷出來講說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們民眾黨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當警方已經跟你們的發言人來通報 為什麼你們的發言人沒有跟立委講 沒有跟副秘書長講 是你們自己內部的問題 還是你們明明知道 你們還要形塑一個警方 配合執政當局來欺壓民眾黨 你們整個當然在形塑的是什麼 形塑的就是你們民眾黨是一個政治受虐兒啊 但事實上是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啊 要說你們非常的殘忍啊 搞到什麼 搞到柯文哲的爸爸現在都已經在加護病房了 柯文哲的爸爸在加護病房 都不知道自己的兒子在吐層 那在吐層的柯文哲 也不知道他爸爸在加護病房的病情有多麼嚴重 是 沒錯 這個照相機被偷竊這件事情 他們要形塑民眾民進黨在欺壓民眾黨 在這個柯爸爸這個 跟柯文哲沒有辦法見面的狀況底下 他也要形塑是民進黨在欺負啊 執政當局在欺負柯文哲 沒有辦法隨時在柯爸爸身邊的這樣子的一個形象 但事實是這樣子嗎 剛剛大家都已經講啦 你柯文哲如果不要圖力精華成20% 你現在會被壓在土城看守所嗎 不會嘛 就是因為你背棄了選民 然後違法做了這樣子的財事 你現在才會被收押嘛 而且更可怕的是你現在看到的政治獻金 他真的是把總統大學當洗錢中心 是 而且把所有的民眾黨的黨工當人頭嘛 灌水不是灌在買發票欸 灌水是灌在自己的工作同仁的薪資欸 讓你的同仁要去繳稅 然後錢你把它收起來嗎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的厚黑嘛 非常的臉皮非常厚 而且我告訴大家更可惡的是什麼 在禮拜六民眾黨在新竹的這個造勢裡面 他們行錯一個什麼 柯美蘭民眾黨明明知道禮拜五 柯文哲已被介護去探視的柯爸爸 可是他們在造勢的場合裡面 還要行錯一個 你看民進黨都不讓柯文哲去看柯爸爸 柯爸爸重病在床 都要親子兩格 然後沒有辦法見識 第一個是謊話 第二個我要問 柯文哲的清白 應該是在司法上去爭取的啊 怎麼會是在造勢場合上面 只是在那邊噴口水 你們做的事情 都不是為了柯文哲的清白嘛 因為柯文哲的清白 已經無法爭取 所以現在就是民眾黨10%的保衛戰 他們現在做的所有的造勢場合 無非就是要凝聚小草的那10% 凝聚小草的10% 繼續對民眾黨支持 來幹嘛 來爭取藍營的支持嘛 為了要藍白河嘛 如果他連10%都破底 你知道藍營就會棄民眾黨而去 所以他們現在要保住10% 所以他們一而在的造勢 一而在的造勢 雖然沒有多少人 但他們能夠凝聚那10% 你知道這感覺很像什麼你知道嗎 很像你知道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最後一個禮拜 都會有大造勢 衝刺 對 衝刺要幹嘛 第一個 要凝聚自己的支持者 這是最重要的 不要讓自己的支持者散掉 再去爭取其他人的支持嘛 你知道民眾黨現在在做的就是這個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禮拜或下個禮拜 延壓或起訴 就會有一個決定 他們現在在凝聚的就是那10% 希望藉由不停的造勢 不停的呼喊這個所謂的司法 不供這件事情凝聚10% 小草對民眾黨的支持 好 今天 另外今天就講 他們現在有很多灌水 這是講灌發票了 兩個便當錢加起來是96萬了 所有匪所思的事情 都可以在民眾黨裡面看得到 可是這個都可以灌發票 這個直接的 針對自己的員工灌水 剛剛講完你這樣灌水 第一個你最簡單 你會有稅的問題 報稅的問題 第二個 第二個 你會有刑責的問題 當然 報稅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灌水的話 你這些人等於 就是我們講的人頭帳戶 這是要被事情 被銀行查封的 等於說你洗錢的話 你是涉及到人頭帳戶的問題 再來第二件事情 報稅我們講到說 前面有許多 比如說我們最有名的陳志漢 其實整個民眾黨 非常多的發言人 知名人是都在裡面 但是這個金額 你看起來沒問題對不對 2024年1月5號 換言之在選舉 即將要結束最後一刻 5號發這個薪水 那寶傑哥 我突然想到一件 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 怎麼匪夷所思 那時候慧正師是幫我們踢爆 有一個叫戴宇文的 那我就請問一下 戴宇文他說民眾黨也有給他錢 政治我們講基金會也有給他錢 重忘基金會 那他到底是誰給他錢 到底是誰給他錢 如果這些 我們講的看起來都沒問題喔 民眾黨是不是都跟我們講說 有有有我們有收到 我們只是沒有收到 1月26號這個 那我就請問 你收到的到底是 民眾黨用總統專戶給你的錢 還是基金會給你的錢 錢怎麼出的 不知道嘛 你只知道說他有收到這個錢嘛 那搞不好這邊也給你報這些金額 比如說我們就講什麼 顧差飛3萬3對不對 然後理差軒10萬5751 那如果縱望基金會 如果新顧相機會同樣也報這一筆 對 那就是雙重報帳 所以你不要以為 按照規矩他有拿到的錢就沒問題 重點在於說 你到底怎麼這樣報的亂七八糟嘛 你搞不好柯文哲那時候 新瓜兩攤完已經消貪到說 欸一月二十六號 我現在還沒辦法 我現在差個三四百萬 搞不好幫我填控起來 能多報幾百萬就報幾百萬 我的錢趕快現金 這是一個提款的概念啊各位 有報就有得提款嘛 搞不好他已經先提款了 不得已才把這些人頭報下去嘛 所以剛剛的關鍵是 你現在看到這些福報的金額 加起來是三百四十萬 三百四十萬如果沒有進到 這些員工的口袋裡面 那是進誰的口袋咧 對 那代表我們講啊 剛剛講三百四萬是這個 1月26號喔 這個是扎扎實實實實打實的 你光看就知道有夠假的喔 什麼四萬四萬一萬兩千九三萬五三萬八 我都懷疑是不是有人用過這個 我們講的這個小算盤 自己隨便亂key上去的 因為你如果合理的薪資 應該是長得像左邊這樣 但左邊到底是不是由 總統競選專戶出資的 我們也不知道 但中間這邊我可以確認一件事情 絕對進到某人的口袋 也就是不管你是獎金 不管你是什麼東西 你的錢很簡單 如果你是薪資的話 你就要扣勞健保 或者你要扣一些稅的問題 你怎麼可能是一個整數 絕對不可能是整數 所以你仔細聽陳志漢的講法 陳志漢說什麼 我們就說這樣了啦 不清楚啦 我們也搞不清楚 捷運紅線跟塞車啦 但是我們確實發現收入支出有 來 錯報 誤報 福報 短報 短報 保健哥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短報的意思是說我們有給錢 你沒有記在上面 沒有記在上面 對啊 我知道你們有短報 你知道你們短報是誰嗎 柯文哲 他就柯文哲 把錢都拿走都沒有報 所以陳志漢講這個 我們講這個大傻子 因為短報才是最大的問題 等於是你沒有申報 然後你把裡面的錢 全部掏空 掏出來 不是 這是一件非常荒謬的事情 他講的雲淡風輕 我都覺得 今天民眾黨最大的本事就是什麼 你只要一入民眾黨 你就會學到後悔學 你就會學到 一陣言辭說謊話 我就爛 沒錯 我就爛你怎樣 只是我沒有那麼爛 但我就爛 他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各位你仔細看這個獎金 更加越能匪夷所思 我實在是不懂一個柯老三 一個潮水隊沒穿褲 一個做假民調 然後最後沒搞得一塌糊塗 然後做假帳假發票 然後說全部人我們私人不明 我們管理不當 黃三三有問題 黃三應該下台 那到底為什麼值得獎金啊 到底為什麼值得獎金啊 對 我跟各位保證好不好 柯文哲摳扣致死的人 他絕對不會突然大發否信給獎金的嘛 你看到下一頁你就知道更怪的一件事情了 來 這些人是誰 我們講周宇修 孫鳳群 陳差毅 戴宇文 欸 保證哥 這種榜上有名的人喔 你仔細看喔 1月26號 也就是我們講的 他其實所謂的虛報 就是說沒有給他們錢 但是有報上去 保證哥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共同點 除了說金額比較少之外 你知道誰也在裡面嗎 許子瑜也在裡面 你知道誰也在裡面嗎 黃新香 黃新香也在裡面 不是黃新香也不是行程秘書嗎 你到底關進辦什麼事 許子瑜關進辦什麼事 他拿了六萬次 對 保證哥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什麼 我看懂了 他只找信任的人 因為我今天要去報這些假的帳 我一定去找我可以相信的嘛 所以剛剛講到的 今天你的名字在上面 為什麼這些人現在這麼惶恐 這些人為什麼急著要爆料 因為現在你已經不是說 我明年我要多繳多少所得稅的問題 你如果進來大家就問 為什麼你有 那個世中沒有 為什麼世中有 今天瑞德沒有 他就要查 你們之前知不知情 在這個東西 你到底是不是共犯結構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難道只參與這件事嗎 你還有沒有參與別的事情 保證哥這叫做洗錢共犯 這道理很簡單嘛 我跟你講 你現在問上面每一個人 包括周宇秀 每個都給你裝可愛 我不知道 我傻傻 我笨笨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可能誤報了 但我問你 這個名單 難道是隨機的嗎 民眾黨這麼多的員工 進辦這麼多的員工 為什麼偏偏好巧不好 剛好徐子瑜來 王信項也來 還有孫鳳群 絕對都知情 他們絕對都知情 因為只有找我信任的人 我把錢灌進去 你到時候幫忙一下 借個名 處理一下 他們才不會招 他們才不會爆料 但為什麼現在要招 為什麼現在要爆料 因為眼見東窗事發 最後我再講一個 你以為只有最後1月26號嗎 保證哥 你看一下 從這個1到17號 什麼的 有人一個月零兩萬 有人一個月零一萬塊 我問你 你如果你兒子或你女兒月薪零一萬 你不氣死才怪 去找老闆算帳 哪有人月薪零一萬 還有月薪零六千六百 連這種簡體都會要 所以代表 連這種帳你都要抽 最後面 A一大筆 前面 每個月都給你A 每個月都給你洗 所以你現在還懷疑嗎 整個柯文哲的中文大選 從上到下 從8票到人頭 到公司到薪酬 然後全部都是他的洗錢環節 我們剛開始看到民眾黨 他現在這個政治興趣扶爆的時候 你才覺得 那是一個人的問題 那是一個便宜之際的問題 可是你看到今天 居然連員工的薪水都可以扶爆 而且有非常多員工薪水 直接被扶爆 一個人十萬塊以上 你說 那就不是個人行為了 那是一個集體行為 現在民眾黨 沒有一筆帳是乾淨的 沒有一個人是清白的 而且你說仗會做成這個樣子 一定是所有人共同上下其咒 沒錯 所有人能撈就撈 能貪就貪 大家都沒想到 在這個整個黨 進入了一個貪婪的瘋狂狀況的時候 整個仗竟然做到後面 無可收拾 而且目前為止的民眾黨 可以說是一筆爛賬 而且現在爛賬是 完全沒有人能夠解釋清楚 而且現在看起來的話是 大家都在做假仗 大家都有犯 你上面A 下面也想A 我有樣學樣 沒樣我自己想 反正大家都A了 大家都A 我怎麼這樣講 不是以前我們在講說 以前清朝末年或是明清的時候 中國人最惡劣的習慣是 經過我的地方 我就要抽一份 經過我的地方我就要抽一個水 你說現在 民眾黨就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這樣 現在最新爆出來說 保證人道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都講 對啦 你這個 你的政治獻金報假 這樣大家算了 那是柯文哲自己的想法 他可能裡面有很多罐 可是問題是 你仔細看政治獻金裡面 不是欸 這個影片也灌水 便當也灌水 然後包括說很多東西都灌水 連廣播什麼都灌水 但想說只有 裝潢更多是灌水 難道只有柯文哲嗎 好像其他人也有這個 牽涉在這裡面 然後目可公關裡面也是 非常多錢 來來去去 來來去去 然後後來今天又爆出一個 員工福報薪水跟獎金這件事情 抱歉 有更多人被牽扯在這裡面 很多都是你民眾黨的 黨工高職的人員 譬如說陳志然就在這裡面 陳志然之前他就知道這件事 但是他從頭到尾 他都沒有說過 他到今天才說 對啦我的這個 的確是有被扶爆的這個狀況 好大家要講這10萬塊錢 有沒有進到陳志然的口袋裡面 如果他有進到陳志然口袋裡面 就代表 欸我幫你買收了 你這是你的遮口費 那其他人不就是冤大頭嗎 那如果你陳志然從頭到尾都沒有這10萬元 那你知不知道這筆帳 那如果你知道有這筆帳 你還是這樣子搞下去的話 你是不是陪著民眾黨共同在作帳 如果是陪著共同在作帳的話 那有沒有背信的問題 那有沒有貪賭的問題 那有沒有偽造文書的問題 抱歉這些問題都會有 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今天會爆出來 是人家跟這個林冠年爆料說 我沒有冠這個有這個薪水 可是我根本沒有拿到 沒有領啊 而且抱歉知道 他說他們已經跟陳志然反應過了 陳志然沒有任何回應 所以他知道 他知道他沒辦法處理這件事 那因為沒辦法了 他每天議政也是在罵人 搞了自己狗屁刀招 對他知道這件事 結果沒想到那沒辦法 沒有人可以發生 林冠年就爆料 爆料出來之後 四叉貓就去整理 整理出來 欸不是因為林冠年一開始說只有幾個 就沒有現在 現在一連串你看 所有整理出來這麼多人 這麼多人 然後短報多少 短報了一共有 340萬之多啊 所以不是林冠年一開始說了幾個人 因為只有吹哨子 現在不是只有吹哨子 現在一連串 大家一都有 而且你看 陳志然在這裡面就有 然後何愛婷 李婉軒 這兩個是誰 這兩個是目可顧關的人員 所以裡面很多人都有這個狀況 然後裡面 好 因為已經跟陳志然反應 那陳志然沒有任何回應 但我們就懷疑說 他是不是有領到這個薪水 很多人沒有領到跟他反應 那我領到了 那不是跟你耀公司一樣吧 你耀公司當時也覺得 欸你怎麼會拿我的錢去爆了916萬 我已經打丟給黃山 讓我打給所有人 沒有人敢管 要不然就是 處理這件事情 不是陳志然可以管的 要不然就是 你陳志然根本就是其中一份 而且你要實在來說 他們有一個名嘴可以爆料 這些黨工 他們老早就知道這件事 一直跟陳志然反應 陳志然都沒有回應 受不了 他只好跟林觀點講 拜託你幫我們發發聲 他才發聲出來 不然這件事完全被掩蓋 那你知道 這個陳志然說什麼 啊沒有啦 我們這個的確有被扶爆 可是我們有短報啊 我們有扶爆有短報啊 那不是更可怕嗎 你可以多報又可以少報 你這個帳怎麼做的 不是 我覺得他們講這種噁心的 亂七八糟的事情 要是我們講 我們都覺得不好意思 我們都覺得非常羞愧 我覺得 民眾黨最讓我佩服是 不管再怎麼講 噁心的 唬爛的 爛罵的爛事 他都可以議政言辭 沒有任何羞愧 福報已經很誇張 他還說我們沒有福報 我們還有短報 講起來好像 我們不是只有福報 我們還有短報 講什麼 我什麼爛事都有 這不爛的 對 沒有一比仗是完全對得起來 大家完全亂七八糟 所以你看 從大選的帳 木可公關的帳 到現在為止 他們的人事費用的帳 沒有一個比仗是完全正確的 大家都亂七八糟 搞來搞去 為什麼 因為大家完全都沒有人搞得清楚 那政治城鎮還說什麼 我們要跟這個端木正來聯繫 但是現在沒辦法聯絡上他 廢話 你還有臉講端木正啊 端木正現在是你們的替罪高揚 你們把所有的責任丟丟給端木正 看起來端木正在你們的利益 是最少的 你告訴我說 你現在還要打電話給端木正 保潔他們還告端木正 都不是在理你們幹什麼 那現在是 目前為止來說你看 黃珊珊好像也跟他沒事 那當然李文中目前被收押 不過好像你看他也是 也是當事人之一嘛 陳之翰也是 那包括說看柯文哲的時候 所以我來說 目前整個民眾黨 上上下下來說話 真的大家完全一團亂 反正你柯文哲 欸我也看在眼裡 我真的我也A一點 大家都A來A去 反正大家一起A 才會到從今天的短 這個短暴 浮暴或是假仗影 到目前為止還沒辦法洗乾淨的一個狀況 你說你看過很多的假仗 你從來很少看到這種人頭的刑事的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一看就出來了 你怎麼敢做 你怎麼會做 你說這一例子你知道 民眾黨也走投無路了 這已經代表那個仗已經完全兜不起來了 兜不起來以後 我等於昏心不濟 什麼我都敢做了 是寶傑因為很簡單嘛 1月16號可能日後爆的嘛 因為已經大家都把錢拿走 你錢拿走的時候 那麼多短暴金的沒辦法填進去 那怎麼辦 就只好用這個員工來說 保證人家 身上這個為什麼可惡嗎 第一個你知道 很少人會真的把這個 這個多出來的費用 灌到員工的身上 因為員工他日後 他明年他要繳稅 他要報稅 他可能會影響他的稅責 那如果好 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結果沒想到 我有這筆收入 我沒有申報 保證人家 這個都會有相關的問題 所以沒有人敢這樣報 之前銅中白 不是類似的狀況嗎 今天透過銅中白 然後我就弄了一筆30萬 到了民眾黨 如果他都不知道 他就直接簽證在這裡面 這有洗錢 這有行賄 這有很多的刑責 今天如果說 你今天民眾黨裡面 全部都是假賬 你這個東西講 你會有背信 你有掏空 你有各種可能的刑事 甚至你有可能偽造而出 所以我今天幫你打國 我幫你做事 我幫你打江山 結果我身上 還有可能背上一堆罪名 保證人這就是林冠年說的 為什麼他說他們很可憐 嚇死了 而且他們還不敢講 因為他們有些人 現在還在裡面工作 所以他們根本不敢講 保證人他們可能有偽造文書 還有背信 等等多罪 而且他們很多都是很年輕的 這個工作同仁 很年輕的工作同仁 他們原本也把希望 寄到民眾黨上面 他們過去 可能也真的願意為你打拼 你要加班 你要怎樣都沒有問題 可是你不能夠留福報薪水 然後我要承認這個稅 如果我沒有拿到錢的話 那根本是完全 非常誇張一件事 你如果現在看起來 我覺得繳稅搞不好 還是最小的事情 我會不會有刑事責任 保證人這就是口口聲聲 要給年輕人一個機會 然後希望爭取最多年輕人支持他的 可是他從頭到尾都在出賣 都在背叛他這些最可貴的員工 所以 柯文哲在這次裡面剛剛講 你明明就是利用這次中總大選 你要來洗錢 洗錢的過程裡面 你還把他去割小草 割完小草 你還去壓榨你的員工 而且保證人 事實上這件事情很早就爆發了 我們把四月多的時候 不是監察人就知道 其實他們到目前為止 他們還沒辦法處理 然後八月初開始 你要跟職樂爆出來的時候 一連串爆爆爆 爆到現在為止 保證人 從八月到現在為止 我們不要說什麼 從四月人家監察人就跟你講 到現在為止 你這樣都還沒辦法對好 然後從八月 你都幾個月了 對 然後你八月都還成立一個 這個散後小組 到目前為止散後小組 散後的越來越誇張 保證人這也難怪啦 為什麼我們上個禮拜不是爆料 就是民眾黨有人去偷 民眾黨自己本身的這個攝影器材嗎 他一定也是受不了啊 你給我報假上我的薪水沒有下來啊 那怎麼辦呢 我都早去偷 所以我跟你講 這整個黨上上下下 真的完全已經腐爛掉了 就是上面柯文哲 當然是他帶頭 帶壞大家 然後你看 怎麼柯柯下屬 下屬就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對待你 不是 我看到民眾黨這個狀況 我想到什麼 我想到了滿清末年 滿清末年當時只計成 一天到晚放火 為什麼放火 太監放火 太監為什麼放火 太監故意放火 然後把裡面的東西全部偷出來 什麼你現在看到翠魚白菜了 你現在看到所有東西 我都從裡面把它偷出來 偷出來以後就賣到了 北京外面的琉璃上 我幫他當古物去賣 你不覺得這個一樣嗎 大難來了 到處失禍 到處偷東西 抱歉 可是黃國昌說什麼 柯文哲的個人清白 是我們台灣人民的未來 哇聽了都完全傻眼 這就是我們 我們要的東西嗎 上上下下 報假上報成這個樣子 然後金額短圈成這個樣子 就跟你說 我們一步都不讓 我挺刻一步讓 柯文哲的個人的清白 是台灣人民的未來 請問 他怎麼有你講這種話 請問這個真的是 我們台灣人民的未來 你要這樣的未來嗎 我打死都不想要 不是 你直接就講了 為什麼民眾黨 他這個賬王軍對不起來 你是第一個講 他居然是透過這次總統大選的過程 利用這個機會 我來洗錢 所以我才可能說 我把選舉帳戶才剛剛打開 不到了八天的時間 我居然可以整個上衝到一億多元 另外就是 因為我這個錢來的太快 來的太多了 我又想把這個錢洗到我自己的口袋 所以我就要拼命洗錢 而在拼命洗錢的過程裡面 你說 絕對不是只有柯文哲在洗 不是李文哲在洗 大家有樣學樣 看到 你可以這樣玩 我就跟著這樣玩 就洗到後來 不可收拾了 太多了嘛 18萬筆啊 然後一定要有大量支出啊 他沒有大量支出那個發票進來 所以這個他創造了一個美麗的機會 讓陳志涵跟許甫 跟這些李文忠這些包黃珊珊 趁機在這個作亂當中撈一把 天下大亂 行事大好 對 天下大亂 就是民眾黨今天 就是這裡面就是物欲恨流嘛 因為物欲恨流是從心已經爛掉了嘛 柯文哲的心已經腐敗了 他腐敗到有很多很多行為不合理 我講的最大天下 覺得不怎麼樣的事情 我認為非常怎麼樣 他只不過去一個人 去撿6千塊錢的 理髮6千塊錢的頭 對 這個不可思議耶 這不是跟年賺當年的 500塊的便當一模一樣嗎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你怎麼會有一個人 去撿6千塊的頭髮 你講給大家聽 而且你覺得毫無愧色 我再講一個另外一件事情 我聽說啦 真是聽說 我聽到一個非常好的媒體朋友 跟我講說 今天包括我們賴賞 賴賞看他整個行為裡面 最不能忍受你知道什麼事嗎 什麼事 他居然用這個 這個物可公關公司 去收他的肖像權400萬 450萬 對 肖像權400萬 肖像權400萬 為什麼我特別講賴清德賴賞的 這個非常感受很強烈的 是這個400萬這個事情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我絕對沒有亂講話 為什麼 因為不可思議嘛 因為這400萬是誰給你的 誰給的 是小草的小草 一塊一塊這樣累積起來的錢嘛 你居然敢給你的小草要錢 割小草 割小草 把小草當韭菜割 這個整件事情的第一個反應 我們的賴總統反映說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他把他支持者給他那種辛苦的錢 他還吃不完放自己口袋 所以說只要有選舉過的人 只要有一點政治經驗的人 都覺得不可思議 不是 怎麼會有這種的決心跟勇氣 幹這種壞事 我們要幹壞事 那個心要黑喔 要黑到底才幹得出來啊 真的假的 對不對 對 這樣你劉寶傑照顧吳子佳 結果我反過來就捅你一刀 這個沒有大問題的事情啊 就他幹得出來 所以表示他的心黑的程度 無以赴 造成你不可想像 有什麼可怕嗎 這個就是我認為就是 是不是他自己講過生死學嘛 他自己講過台大醫學院教授 他看淡生死 對 所以看淡生死以後 所以他也看淡人間的善惡嘛 在他的眼中 人只有惡沒有善這個問題 沒有善沒有惡 沒有人性的問題啊 他就是把小草當 所以當他的行為開始出現 把小草當韭菜的時候 旁邊是一批什麼樣的人 對 我跟你講很簡單嘛 古話講的進朱者是進末者 可以還有與人交往 與氣相應 我跟你要交往知道什麼 我們那個氣息要相通 結果你是個爛貨 你是個黑心的一個黑心的醫生 你是一個毫無道德感的 柯文哲的時候 誰會靠近他 沒有道德感的人 都是沒有道德感的小偷嘛 所以這蛇鼠一窩 只要心要黑到相當的程度 才能夠參加他的核心 可是我覺得我也算夠壞的 我也不是那麼有道德在 可是我想說 我先到那個團體裡面 看他這樣搞 我一定趕快跑掉 你還敢站在那裡面啊 其實還講說 你連員工都要砍 不是 那是犯罪 問題是對象是誰 對象是支持你的人 是對你好的人 是尊敬你的人 你利用別人對你的尊敬 跟對你的好感 跟對你的熱情 對台灣的愛 你這時候狠狠地砍這些人 所以這種獲赦 然後居然他們的黨今天 還以他為榮 對 為什麼以他為榮 這個是很奇怪 而且說 我現在挺科一步不讓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很簡單 這個是價值觀的問題嘛 所以他們是 我剛剛講的嘛 一秋之河嘛 蛇鼠一窩 好 所以蘇貝 接這個賬 任何選部取得人 都絕不可思議 原因是我今天如果把這些 我的幕僚 我現在的幹部 我把你灌水 一個人加了十幾萬 總共有340萬 最簡單的 你那個賬怎麼抽 你那個賬怎麼平 而且你怎麼這麼敢 這些人其實就是靠這一份薪水 跟他的熱情在為你服務的人 你怎麼好意思 你收支不平衡的時候 你居然把他灌到裡面去 那那些錢到底跑到哪裡去 你怎麼敢做得下去 而且如果裡面有一個人不開心 出來指控你的時候 對 欸 你怎麼敢啊 你的政治代價有多大 你為了4萬塊5萬塊 然後你是一個選總統的人 你居然去吃這樣子的人的豆腐 你居然去吃你的員工的豆腐 扶爆他薪水 你怎麼好意思 你怎麼做得出來 不是在這裡發現 他完全沒有底線 他昏心不激他什麼都敢吃 是 所以剛剛 吳董說得很好啊 柯文哲是把後黑學完全落實的人 你想想看這一件事情 就如剛剛寶傑跟你說 欸 我也很壞 但我都做不出來 因為每一個人總是有那個道德的底線 可是柯文哲已經突破了那個道德底線 他的心的黑度 跟他臉皮的厚度 是你無法想像的啊 所以你要知道你要有夠黑 你才敢把這麼多的員工的薪水 扶爆成這樣子的程度欸 你知道之前這個事情 我大約是兩個禮拜前知道的 兩個禮拜前知道的時候 是有一個記者 因為有員工跟他爆料 他在查證這件事情 所以員工早就在爆料了 就是他跟我說 議員你可不可以幫我問一下 監察院民眾黨有沒有去報更正 因為有員工跟他爆料說 一月份的三筆薪水裡面 他有一筆就是沒有收到 然後你可不可以幫我了解一下 從七月份他們的政治獻金 被爆出來之後 他們到底有沒有去更正這個項目 我說我無法從監察院那邊去得知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是什麼 這個同仁緊不緊張 同仁很緊張 同仁怎麼知道的 就是因為民眾黨的政治獻金 爆的一團亂 所以他發現說欸 那我會不會也被服到了 他才把自己的名字輸入進去 發現自己在1月26號 居然被爆了兩筆 但其中有一筆 他沒有收到 他根本沒有收到 然後他就開始去問他的同事們 同事們一問下來說 欸 大家都沒有收到 那柯文哲為什麼敢做這件事情 這是第一個 錢跑到哪裡去是第二個 第三個 從七月到現在 民眾黨的應變小組 到底處理了什麼事情嗎 沒有啊 他們處理了99塊跟98塊 開了記者會處理這件事情 但對於同仁被服報薪資 這件事情 他們毫無作為 而且從4X貓的那個整理的那個表 第一個人是誰啊 第一個就是陳志涵欸 陳志涵一月就領了四十幾萬欸 那陳志涵在處理開記者會的時候 處理政治先進風波的時候 他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他一定知道嘛 不是你到底有沒有領到這個錢 你如果有領到的錢 那就是你的瘋狗費 如果你沒有領到這筆錢 你不就是配合他做假賞嗎 但是如果你有領到那其他同仁更冤了 為什麼我沒有領到 是不是你陳志涵知道 所有人都被服報 但我收到錢 所以我就閉嘴 如果你知道你沒有拿到錢 你是不是為了你跟你先生 能夠繼續留在民眾黨工作 而不敢發言 對不對 那你的正義在哪裡 你每天在罵別人 那你自己的正義在哪裡 你自己被服報薪資 你看到你自己的同事被服報薪資 你連話都不敢講嗎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可惡 所以你知道有誰還被灌 剛剛我們講的這些人 是普遍的時候 他在一月份有收到三筆的人 你知道有人只有收到這一筆 一月二十六號這一筆 有誰 誰 有戴宇文 有周餘修 周餘修都有 是 戴宇文之前不是大家都講說 你明明在縱望啊 那你怎麼在政治先進專務裡面也有 你知道他只有一筆 就是一月二十六號七萬塊 所以他是不是也被灌 有可能 周餘修也是 還有另外一個人更令人壓抑的是誰 是橘子 橘子對 徐子瑜也有 在一月二十六號被報了五萬五千塊 但在其他的政治現金 前一年度的政治現金裡面 他都沒有薪資 所以是不是柯文哲身邊這一些人 因為政治現金收支落差很大 錢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所以這些員工在我身邊的人 如果你要為我繼續服務下去 你被我灌 灌薪水 灌支出 剛剛好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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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 這次